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五大古龍的掉落率 因為前一陣子有巴打 跟我說 我打了百多場 某些重要部位 還不掉落 其實黑仔起來真的會不掉 因為有些位置 要專攻他某個部位 而破壞才能取得到 例如... 我們首先看保育 究竟如何拿 割肉只有2% 意味著 其實打完龍 拿的機會非常低 即是採集的時候 究竟有什麼方法呢? 很明顯是金獎 如果大家去打調查的時候 有金獎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因為有13% 而角角來說 如果爆了2個角角 會有97% 基本上是一定出的 如果爆了1個角角 也有66% 如果帶銀獎或金獎進去 這樣就非常好 因為有18%和17% 大家謹記了 做調查的時候一定比直接打好 雖然做調查的掉落物和材料稀有度 都是比較高的 但實質的% 大家未必知道 這些都是官方的數據 起碼可以讓大家有個抱 即是13% 我打9場左右吧 不用這麼辛苦 只有一個故事吧 始終有位巴打 真是黑仔到 沒人相信 我們再說到鋼龍 鋼龍就是 如果有金獎的話 即是調查有13% 角角來說 如果爆了他的頭就有66% 如果有金銀獎的話 也有16% 大家謹記在調查中做一做吧 而黃龍基本上跟鋼龍差不多 大家謹記吧 金獎和銀獎12% 角角角會有 有6成的機會 到7成的機會可以獲得 寶玉來說 有金獎便是最優勢的 平時就這樣打就很低機率 大家要注意這件事吧 到了C套 大家看到比較容易 寶玉有金獎13% 如果銀框也有6% 如果是角角角的 只能說到66% 金銀獎算是高啦 因為銀有15% 金よろしく作為必做調查 cui到了最後 就是鳴燈龍 鳴燈龍就是說 對寶玉來說 大家看到都相對高 因為角獎的有5% 豈巴還是7% 就是他們要謹記 正式的很自己斷尾 爆頭也有機會獲得寶玉 有4% 如果任務獎勵 即是當你打完這關 其實也有3% 會掉落 角獄有8% 即是打死龍之後 只這樣角獄也有8% 爆頭有64% 基本上跟剛才的古龍差不多 今天就先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讚這影片 謝謝大家觀看 還有可以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不要亂來 告訴他們 成功的獵人是要爆補位的 讓你拿材料也容易 製作裝備也容易 今天到這裡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謝謝大家觀看